其实养秋天犬大部分不是在资金经费上的一个考虑 而是在于秋天犬在大部分城市属于禁养圈殖 因为它属于大型圈殖 牵高超过61米 在城市范围内部可以去饲养 如果要养 肯定要放在郊区或者是跟远的一些地方去进行饲养 那么我们就谈如果满足了饲养的一个条件 秋天犬并不比其他的狗狗要花更多的费用 但只要保存良好的一个饮食 只要它的饮食是合理的 然后有一定的活动量就可以 但是秋天犬因为它的一个性格属于跟人比较亲近 但是跟其他狗是比较容易翻重的 所以在饲养这类犬子的时候 为了避养不必要的麻烦 一定要做到的就是出去遛狗的时候 一定要全牵一身 并且尽量去避开遛狗的一个高峰期 以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小贴士 其实养求甜犬不是从资金上考虑 它在大部分城市属于进养犬只 因为它是大型犬只 尖高超过60厘米 在城市的范围内不可以去饲养 如果要养肯定要在郊区或者更远的地方 满足了这个条件 它并不比其他狗狗要花更多的费用 确保饮食合理 有一定活动量即可 在城市的范围内不可以去饲养